2 開始 這個動作是在矯正八寮 或是八寮這邊的骨刺 你慢慢的左右擺動 腳跟跟地板剛剛接觸 因為左右擺動以後 八寮的骨刺會被因為中板的問題和碰撞 它會慢慢的往內縮 而到最後回復正常 好現在是做上面的 頭身體並沒有抬高 剛剛好接觸第一面 那我由八寮的第一節到腰椎的第五節 中間做軸承 也是一樣 左右的鐘擺 要慢慢角度慢慢加大 這樣在矯正你的 胸椎腰椎骨刺 因為你擺動 它這樣在擺動的時候 它這個骨刺 會因為你左右的鐘擺而碰撞 它會慢慢的往內縮 千萬不要做開招 很簡單 你把它這樣在中擺動作 這中擺動作 它相對它的每一個關 每一個 脊椎 它裡面的洞 它裡面的神經 跟血管 會因為 這樣的擺動 這個洞會變得大 它不會受壓迫 整條腰椎 胸椎 五節 腰椎 十二節 胸椎 這裡面 至少有好幾百條的神經 血管 完全暢通 平常做這個動作 可以讓你的脊椎的血管 或神經暢通 也一輩子不得不次 慢慢做 假使你這樣做 如果 你頭會暈眩 那你就手放在這邊 在你的獅子空 同時你要在這邊 往後面 壓一壓 往後 往後這樣 這樣你就不會 暈眩 第二個 假使你當你這個地方 壓完了以後 你這樣擺動 還是會暈眩的時候 讓你這個時候一定要把 嘴巴打開 耳朵旁邊這邊 幾個穴道 跟耳朵後面的穴道 你同時嘴巴打開 往下壓 把它壓到不痛 壓到凹陷 讓你這個肩膀的血液 能夠很順臟 由上面流 到頭部 會循環 讓你這樣做都不會暈眩 這是一個平常 自我保健 對你的 胸椎 腰椎 發癌骨刺 這一種自我治療 另外一個治療 就是我們上次影片 有介紹的 這個動作 朝往下壓 做幾次以後 往上勾 做幾次以後 這都是對你的骨刺 特別特別有幫助 好 那頸椎呢 頸椎骨刺 站起來的時候 你用坐著 把你身體盡量 往下壓 像不貴一樣 屁股著地 頭 慢慢的 慢慢的 往前 往右 把整個頸椎 一直往上拉 往前 往右 就像烏龜一樣 盡量拉 擺到怎樣 最極限的位置 就像烏龜一樣 為什麼烏龜 活百歲 早上起來 烏龜一定要 一直把頭 往前 延展 你也是一樣 你要把頸部 在那邊倒仰 仰側 一定要 盡量的 盡量的 往前拉 這樣就拉開了 拉開以後 你可以用雙手這樣 在你的頸部後面這邊 手這樣 自我按摩 按摩完以後 你稍稍微微 擺動一下 擺動一下 這邊 是被頸椎 這邊都開了 謝謝 採用 好 之 做一 就